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岸的优秀变手齐聚美丽的台中市 参加由台中教育大学中华青年家流协会 财团法人真善美基金会 以及福建省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甘肃省河南省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所主办的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在七月十八十九二十三天在台中教育大学 进行了二十二场延迟的交锋与思想的交流 经过精彩的祭奠军决赛后 现在要进行的是本届比赛的冠亚军决赛 我是彭富翔 我是林佩怡 很高兴担任本场比赛的主席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委员 第一位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何锡张先生 欢迎 第二位是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肖北庚先生 欢迎 第三位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权益先生 欢迎 第四位是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副会长教授蔡顺华先生 欢迎 四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师科长李慧离科长 欢迎 第四位是TVBS总经理杨明先生 欢迎 第七位是昭云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林正江先生 欢迎 第七位是中华辩论人交流协会执行长黄局中先生 欢迎 欢迎 第二位是中华辩议法学院院法学专业沈和志 大家好 闪方二电视化学工程学系黄仁佑 大家好 闪方三电视哲学系张子龙 闪方四电视外国语文学系蓝玉婷 大家好 今天的电题及立场 正方大学学费应由市场机制决定 反方大学学费不应由市场机制决定 现在主席正式宣布 2013年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在冠亚军决赛现在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陈词阶段 每方陈词时间是三分半钟 由正方先行陈词 三分钟时会按零一响 三分半时会按零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一面开始陈词 有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在今天比赛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点感想 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 人性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一部影片如果今天在电影院上演 我们花了时间和成本去看 我们就会看得特别认真 但是如果这个影片放在电视上面 可以让你观看 我们可能就不会看得这么认真 同样同一部小说 如果作者在现场签售 签名 你爬了好久的队 终于签到了 你会觉得特别开心 但是同一部小说 如果放在网络上 你就会天天一直催着 对方便有 天天催着一个作者赶紧更新 一天大骂他家里人好几回 可是这是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说白了吗 人是有理见的吗 也许大家觉得 人性本见这个说法很难听 那么我们来换一个比较文明的说法 叫做在公民社会 人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相等 必须对等 我们看到今天台湾和大陆的大学 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本来你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大学的目的就是让你接触到 人类学科支持的最前年 而现在的学费很便宜 大学生入学之后根本不珍惜 校课 走神 玩电脑游戏 考试之前突击等等 逃课演奏到老师们 不断地通行点灵的办法 根据中国青年社会调查中心 学生被67.4%的人 高派当选为突击现象最严重的群体 而大学老师因为学费便宜报酬少 学生也不认真 脱伤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 所以大学质量下滑 企业因此给大学生的报酬也很低 这时候大学生都骂大学啊 说你教学质量这样 学费还要更便宜呀 怎么生费那么贵呢 这个就是恶性循环 而未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最终实现大学和学生 双方学历和义务的对等 大学学费由市场机制决定 就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我们当初下识的模样 就是为了让系统从1.0升级到2.0 初期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比如对方电邮等火可能会讲到 很多大学生上不起学怎么办 很多学生学费负担很严重怎么办 在哈佛和耶路 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 入学是不要一分钱的 他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可能 而中产阶级的学生 他们家庭有负担怎么办 模仿的角度想一想 今天从小学到高中 好比从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 政府已经尽了他们的义务来买单了 而高等教育就好像是收费尖端的私立医院 人人享有医疗权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愿意拿更多钱去私立医院 来买和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也让医生获得良好的报酬 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吗 所以今天大学面对的不仅仅只是缺钱而已 而是因整个貌似建立在良性医院上的各式循环 评委 观众 对方便有 让我们在我陈词的最后 请大家给我冷静的想一想 我们觉得降低学生的学费 降低学生的负担是一个良好的医院 没有错 但是一个良好的医院 良好的愿望 就会导致每个每个良好的医院和愿望 就一定会导致一个良好的结果吗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反方一遍进行诚词 时间一样是三分半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没有的第一个论点告诉我花乐 今天教育商品化 学费市场化之后 大学经费可能会变多 也可以让他们所说的教育品质变好 那先不谈对方所说的学生问题 我们先来看他们第一个逻辑 其实是误解了钱跟品质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方口中的市场机制的大学 因为品质是其实原本是因为品质好 所以可以面积到很多校友和产业的收入 但是却不是因为收了很多学费才可以让他们品质变好 例如史丹佛的学校经费 学费就只占了18% 而产业还收了捐款就占了53% 政府的鼓注占了29% 可见用学费的市场化来解决教育品质的问题 事实上只是杯水车薪 那先解释完他第一个论证之后 我方回到我方的立场 市场机制的运作 考量的只有市场当下破例可能和需求的满足 而没有办法如同政府 却无憑各个社会上各种价值去做出决策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高人教育 就正因为它的意义 没有办法依托社会责任而存在 所以国家人才与学术的发展 必须由政府进行全盘的法官 否则跟教育招有市场机制 便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外固性 首先在市场机制下 学费必然因为管理教育成本而上涨 学费的高昂 让负责与评者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 产生差距 一般能力水准的学生 可能会因为虫而被拒于好大学的门外 失去了和富人拼起平坐的机会 又或是只能咬着牙扛起大体的血袋 补充完大体的四年 资料就显示 全面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生 必须边念书边打工 甚至毕业时 平均每人扛着2.72万美元的债务 教育 成功生活的压力 人生的奢侈地 不是所有学生都像他方所说的 在大学里面只会混吃等子 还有更多的学生 他们其实是为了他们的大学而尽心尽力 就算将视角转向那些优秀的同学生身上 其实我们也不能过度理想化私立大学奖学金运作的奇迹状况 首先 奖学金的运作其实非常有限 只有最优秀极少数的人可以拿到奖学金的补助 而且奖学金也时常没有办法完全支付高额的学费 例如美国私立纽约大学一年的学费要六万六千美元 但就连最优秀的学生最多也只能拿到五千七百美元的奖学金 哈佛所说的哈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数 其实这样的奖学金根本让学生还是入不敷出 就连少数的基因都不见得能免除经济压力的情况下 更遑论其他的学生就只能心酸无奈放弃大学 又或是勿债累累放弃 放弃普通的大学思念 甚至市场外部新建展现在等本科系的视为上 市场机制下 商品化的教育经济模式将使学校和市场需求 就是提供商品的选择 结果将是此不赚钱的基础人文土和等本科系 没有消费者的需求而停止供应 然而学术和教育应该是长期的奠基 而不是一时的流行 过往不认为科系 可能只是当下市场看不到它的获利 具有极大重要的发展性 因此我方认为为了让市场要政府的视野和宏观 会让学术的发奖和累计出现断辰和吃亏 这也不是我方的认为的 所以我方认为这就是这种市场机制的大家 从学术介绍到学术 现在进行的是直询阶段 直讯阶段共有两轮 每一轮只有正方先进行质询 时间两分半 两分钟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地名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谢谢主持有些一个方便 你好 方便你现在肚子饿吗 有一点 我也有一点 那假如你现在在家 然后你跟妈妈说 妈妈我肚子好饿啊 然后你妈嘴碗面给你吃 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感动 会吧 会是 那假如今天你跟妈妈吵架 然后你一气之下穿门而出 结果因为你走太潇洒 忘记带紧包 然后你在街上逛逛逛逛到机场入屋的时候 有一个路边看老板好辛苦一碗面可以吃 这时候你会不会也有一点感动 会 那这两种感动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甚至后者可能还会更感动 是不是 我觉得差不多啊 今天有个东西吃的时候 这可能是民方个人的体验 那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只不过想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生活中其实是很多事情 他们因为来的太容易 而被我们视为所应当 对我们才不那么珍惜 像我方都不是那种人 是是是 所以民方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人感悟不同嘛 那假如民方今天是一个大学老师好了 有两批学生 其中一批学功夫蛮单 在上面唱歌 在下面玩手机打瞌睡 甚至有课都会上 然后另一批学生呢 他对你很尊重 你看上面讲课 他听很认真 还要跟你互动 那这样两批学生 如果你是老师 你就更乐于给哪批学生唱歌 有叫无类 我会对于每一个人 都给你一样的资 是是是 就像我们找老店的学弟妹一样 我们不会因为学弟比较忤逆 我们就不给他同样的同爱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样的资 是是是 这样的态度非常值得肯定 但是不可否定也是一点嘛 这学生 他给老师反馈 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 实在教育有经济性 这想 我想带透各位师长 应该都能够自己回到 那再换一个情境 再换一个情境 好 想问你方今天是一个幼稳单位 然后我有五方三变 幼稳单位 就是企业吧 是一个企业 然后我和我方三变 一起到你这边来 迎进同一个职位 好 面试之后你发现 我方三变 成绩平平 能力一番 你看代表就顾不过来了 然后我呢 就伤得表演 又是有个性 看好性质加 然后专业能力又好 对啊 然后就是 对 你方会更乐于 招聘我还是招聘他呢 我方三变 我方三变 我当然是以利益为考量 的话我当然 是会招聘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没有 不是 我会想说明的是 在大学生他专业能力 是幼稳企业在招聘你 和不招聘你时间的考量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不对 嗯 我方说 他可能是其中考量的原因 是是是 没错 所以像你方 你这个观点 可能是 他态度 而是 有的能力 是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 反方二变进行质询 由正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大家好 您好 对方 您方的论点其实很简单 无非只有两个字 珍惜对不对 您可以这么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这个样子 我方说 因为您帮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讲大学学费 不由是 有是哪是 是为了解决 它是恶性许多 不只是真心 好 那教妹我再问您 真心只是针对学生 好 那我再问您一句 你现在上学就不认真的 不是很认真的 教妹我睡 你今天在那边 你可以再说一次 真的不是很认真的 好 那教妹我来 我来举一段字要给你听 在世界大学论文台语中 中国大陆的 在大学学费 非市场机制下 新兴大学 就是原本有北大新华 现在还新进法十八所大学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大家都这么不认真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 您一方论 为什么还是可以把 就是做得这么好 把这个教育做得这么不错 我不太理解 就是哪里不错 就是在 原来是没有 新进大学进法 进百大 这是不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是是是 那您刚刚在非市场机制下 有十八所经的大学 进了百大 那是不是就是一件做得好的理念 很简单 正如您一边说的 可能有了 我们那会不真心 可能您一边会真心 所以你考上 一世的台湾大学 同样的在大陆 优素的学生 他珍惜了 他考上的百大 他就珍惜了 我接下来要问 你这样的学生 我接下来问 我接下来问 真不珍惜 是不是有可能是跟 年轻人的个性 或什么有关 到底学费会不会有关呢 跟学费肯定有关啊 好那我再问你啊 如果浪费食物的问题这么严重 民方想要强调珍惜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食物的价格调得很高 为什么 如果民方想要珍惜 珍惜食物很重要 为什么不把食物的价格调得很高 因为食物要保证每个人都吃得到 对 这些都没有人回答 所以要保证每个人都吃得到 高美容再来问一下 大学是吃的吗 高美容我帮他吃的 高美容 您刚刚我说 美国西大学长的奖学金很多 对 我们来看 对 美国私立纽约大学啊 一年的学费六万六千块 你知道他最优秀的学生 可以拿到多少奖学金 您可以告诉我吗 五千块奖学金 五千块奖学金 我想请问一下 高美容帮我剪一下 这个剪掉之后 最优秀的人还要付多少钱 他蛮多的 六万美元 高美容你敢告诉大家 在场人各位都负责得起 这六万美元吗 你敢不敢 去读更优秀的公立大学学长 公立大学 去读奖学金更高的大学吗 很简单啊 我不是没有奖学金更高的大学 高美容我问题先讲 是每个人都这么优秀的吗 哦不是 绝对不是 那不优秀的人都没有 你会去读大学吗 大后给你解释 谢谢 谢谢大家 现在还有我们的提供 方便议集提供 由凡方任选与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高美容您好 高美容您好 您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去上大学 对 好我问您了 这个时候您帮判定 有没有谁去上大学的 比较判定的平台标准是什么 能力 能力 什么来体现 什么意思 这个能力以什么来体现 考试啊 考得好的人都可以上比较好的大学 需要没有 考得好的人 这时候考得不好的人 他有没有抱怨说 凭什么我没有考试询大学的负责 他还是有读大学的资格 是比较好 比较不好对不对 好我再给您确认了 您刚刚觉得穷学生都能读大学 对不对 您刚刚觉得穷学生都能读大学 而大学全部由市场知识决定之后 穷学生可能读不起对不对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您说怎么样 事实上我认为 其实做一个政府啊 他在考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可以这么担心 对对对对对对 我在问你们穷学生 他到底能不能读大学 如果您觉得 我现在要回答你了 如果这个政府觉得 穷学生读大学很重要 那每个穷学生都应该读大学 如果这个政府觉得 现在品质比较重要 那现在政府或许可以吸引一些穷学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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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问你我方一边说的那些政策 或者说我们要让市场知决定以后 我们哪里不让穷学生读大学 什么意思 我们哪里不让穷学生读大学 林方当然会说没有 但我方已经举出实际告诉你 私立大学学院很贵的时候 就是让读的能读大学的经验 我方就确认一下 今天穷学生如果他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 他至少有奖学金额代表两种途径 我只是说途径 两种途径 好现在非常优秀的穷学生 他考上了好大学 他可以拿到足以支付他学生的奖学金额 只是这一点回应 用资料回应 就算非常优秀的学生 一样要负担了六万美元的学费 对不对 每个考上阿弗和耶鲁的学生 当然有阿弗和耶鲁的学生 当然有阿弗和耶鲁 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学那么多 你不能只举两个例子 对不对 但中国大陆 如果你考上了清华北大学生 你的家庭 年收度不足 你也可以去申请奖学 都可以 我用第二个例子再回答你 你知道私立大学为什么毕业 就是我们进去念的时候 毕业只有16%的人毕业 我们做个问题一件事 今天穷学生如果想要让自己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需不需要让自己做到非常优秀 什么意思 今天一个穷学生 需不需要让自己更优秀 他才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 去缓解他的助理 不用 他够优秀了 他够优秀 您方说他觉得他够优秀 够优秀就是他没考进 这所大学就代表他够优秀了 这所大学您方告诉我 那我方说您可以去背负贷款 去读这个大学 问题是他可能会负担不起 我当然知道他或许可以去负担贷款 但问题是如果他负担不起的时候 他就得被迫 不能去念大学 这是我方不想的 他负担不起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提高出 安排的平常 谢谢大家 谢谢周伟 现在由反方三变进行质询 由正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方正请教一下 您方认为 学费交市场机制之后 只会有学费负担的问题 会不会有其他面向的问题 只会有学费负担的问题 就您方认为 会不会有其他面向的问题 其实我方今天 并不是在要讨论 一个什么半学经费 这个东西 今天讲学费 是希望让学生 在全力和义务打算 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 要让学生在全力和义务打算 对的 不一定是要透过增加他的成本 对不对 透过其他的方法 例如今天你不认真上学 我就淡掉你 这是不是也是增加他的成本 然后他必须不认真上课 那个有差嘛 假如你今天 你不及格 可能太多科不及格 你会被开除 这个时候我会想 我想办法 不要不及格 但是如果今天 我花了很 比较大的代价去上学 我也想说 那我肯定要认真东西 来去回想一下 意思是说 今天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手段 让学生可以更珍惜 对不对 只是您方认为 效果有差 对 效果有差 我们在讨论 也有其他手段可能 对不对 好 谢谢 那我们在讨论其他的部分 有可能 您方认为今天一个大学 就要上计则之后 如果他大量亏损 他会不会大量很多学费 那有市场计则之后 大量亏损 那他可能有两条路 因为他可能直接就倒闭 他可能力往狂来 然后可能通过升学费 所以有两个可能 今天一个大学 建议不散 他可能在其中的时候 突然调整你的学费 害你原本不得欺骗的估计 或者是就跟他说 我倒闭了 你们明年就别来上了 您方认为这样子是好的吗 都没有首先大学不只那一家 而且学生又不傻 你能以为他这样 教育的质量不改变的情况 他说调整 这不是市场机制跟风险吗 在市场机制的状况中 就是我想要调整学费 就可以调整学费 对不对 当然不是啊 市场机制不是只有学校在做决定 他受到你供求啊 竞争啊 价格啊 各种因素的作用 那不然请问一下 今天在一个市场机制中 大量亏损 他能不能调整学费 可以啊 他可以调整学费 那调整学费之后 是不是增加学生的负担 先不要讨论学费的业绩 学生的负担一定会增加 学生的负担一定会增加 对不对 是 对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是不是就是 需不需要动用到 增加学生负担 这一个手段来达成 让他更珍惜 对不对 你要重集办学经费 可能有其他途径 但是你今天要学生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就是 民方想要让他 压重经济负担 让他更珍惜 那没有我们今天讨论 可是学费 也不是办学经费 是其他问题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提醒 提醒今天要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小结 美方将探选一位选手 针对之前 咨询答辩的内容 进行小结 时间两分半 由正方先行小结 两分时会按0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0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我们现在请正方任选 一定选手进行小结 请 好 谢谢主义各位好 我们现在想一想看 大学它到底是什么 对 对到没有当然能觉得 所有穷人都要上大学 所以我们想想大学 它是干什么的 大学它跟我们社会 最普通的社会 最低保障一样的吗 大学它需要保障到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钱 去上大学这么普遍吗 我刚刚今天不是要跟您说什么 好像大学毕业生的高 能力很低 或者钱那么减 钱少 然后我们计较学的钱高 这么简单的问题 而是说今天大学 它本质是什么样的 它只负责的是 培养高志向的人才 这一个问题而已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去看 大学它要做的是什么 没有义务啊 因为我们今天政府提供了 初级教育 中高级教育 它从你的幼儿园 一直负担 到了你高中毕业 调整了12年的义务教育了 在这个时候 民邦凭什么告诉我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政府在付 或者政府或者谁在帮我 把我大学 四年的钱也交掉 你也要负担得了 方面我们有这个道理 我方说了 权力跟义务要对等 所以我们就是 再来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不让 让穷学生上大学 这件不是 一个穷学生 他如果考上了一所 没有做好的奖学金的大学 没有办法 他真的要去 背负代表上去 如果他很优秀 他考上了一所 有奖学金的大学 这个时候他去抵大学 对方没有觉得 这样很残忍 我方说这是现实的问题 一个穷学生 一个穷人 他要让自己的生活 做出改变 他要让自己 重新回到 那个优秀的人的行列里 他需不需要 比一个普通人更努力 他需不需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 他需不需要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一个穷学生 他如果也想要去 去考上好好的大学 没有问题 去努力学习 读上好的大学 他自然会给你奖学金 对方没有举了一个例子 那所私立学校 可是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不管在美国 还是在大陆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你考上了非常好的大学 你家境不怎么样 他都会给你提供奖学金 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质疑的 所以到了这个份上 对方没有很清楚 穷学生一样可以去读大学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来 看一看我方今天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说穷学生 我们先不看好了 那些中产阶级的人 他们可能自己负担得了这个学费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方一面二面不断地再说 你可能不那么珍惜 你可能会不这么在乎 这个时候老师看到学生不那么在乎 老师也不怎么在乎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您一方在接下来的最后编论中 不妨告诉我们一下 大学是用这种恶性循环 您是为了让学生上的起学 还是要解决这个恶性循环 谢谢各位 谢谢 现在请反方逐选一名选手进行小结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最后面有谈珍惜 珍惜这个很好的价值 今天我们谈的是政策 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价值落实到行为 之中有什么要考量的 第一我们要考量的是 这个政策有没有用 最后面有说了 今天一个老师在台上上课的时候 他觉得学生是下面滑手 基本的认真 可是像我们在打边论 如果我们知道台下 各位其实目前被请来看我们比赛 难道我们就会开心了吗 不是的 如果今天不是为了经济 不是为了其他理由 为了教育而来学习 老师难道不会更开心吗 这是我方第一点提议 刚刚没有还从学生那边想来考虑 刚刚没有说 学生今天你为了经济的压力 你可能会认真足足 不是我方也说了 你为了自己的未来 为了学习本身 为了不要被荡掉 许许多多的理由 都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学会珍惜 对方没有说大部分是及格 那我们把及格的分数拉高一点 我们把对学生的要求拉高一点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透过这个手段呢 第一 有没有用来说 对方没有办法证明 市场机制 学费交易是一个需要使用的手段 对方没有办法这样讨论 为什么 因为政策要反正第二部分 有没有这个必要 这必要是什么意思 即便今天调涨的学费 真的能让大部分的学生都知道 如果今天我不读出 未来会还不起学费 未来会还不起钱 未来会还不起钱 我得去认认真读出 可是最要成的风险是什么呢 这个风险是学生的负担 必然的增加了 但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学生 还没有背后的贷款 直到六十岁都还还不清这笔钱 就要跟我说了 这些学生不一定要读大学 读大学是高等教育 这些都医疗不一样 看医疗我们来看看 台湾的健保 什么是台湾的健保 台湾健保是以前的时候 医疗很非常的贵 很多时候有些小病小痛 可能没办法去看医生 慢慢的健保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看得起医生了 这时候社会上吹一种声音说 健保有病态 很多人只是为了 小病小痛去拿很多药 浪费医疗资源 可是医疗资源被浪费的 这件事情 是闹得严重的吗 我们来衡量 一个健保 两面天秤的两关之类 一方是 有人不珍惜医疗资源 好像很过分 下地狱之后 他可能那些要把 吃剩的饭给吃回去 竟然很过分不珍惜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些人病重病危的时候 他治不起病 教育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知道 现实很残酷 我们却非常的脆弱 教育已经是唯一能告诉大家说 未来 你不用看你的背景 不用看你的家世 你能靠自己的能力 去选择未来出入的一个管道 如果就连教育 这个唯一公平 跟司法一样的东西 不再公平这一 难道我们的社会 还直接扯去吗 谢谢 小学生的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自由辩论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两队分开计时 三分半时会按铃一响 四分时将按铃两响 此时这一方便不得发言 自由辩论的发言顺序为 当一方发言完后 就由另一方进行发言 不可同一方连续发言 现在我们先请正方发言 请 当没有请您论证 为什么今天大学 应该让每个人都上了期 因为我方告诉大家 大学是唯一一个 可以让大家公平发生的机会 都是要反问领方 在领方的逻辑下 有钱会更珍惜 但其实实际的情况 是有钱人更容易负得钱 而且难道有钱更容易负得钱 他们就真的会更珍惜吗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这是唯一一个公平的机会 那你们参加了全国联考 我们参加了高考 难道不是一个公平的机会 对方说就是因为 这是唯一公平的机会 我不能让金钱来考虑这些事情 对方说你虽然要谈浪费 请教一下 让更多人上大学 以及可能有一些浪费教育 两者之间 您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是珍惜 而不是让更多人上大学 对方便有让更多人上大学 我们就可以看到 2009年人才报告显示 有64%的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对方便有 方便我们有钱 就可以上福州大学 那我会更珍惜吗 方便有首先 我方的政策证明出来 他规定让其他人上不起大学 我们有相应的讲座带制度吗 你方要认证 为什么今天 学费赏击了之后 就会有更多人上不起大学 上不起大学 我方刚刚已经解释非常多次了 因为讲庭已经是非常稀少 道可琴您方正面回应了 如果今天小夫妻付钱进耶鲁 学费对他不痛不良 难道他方就会珍惜了吗 方便我方已经说了 对于平贵生来说 其实有很明确的讲座带政策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讲座金 那倒想请问您了 您一个感到 你可以去一个普通公立医院看 如果您想要享受更好的医疗 总是来请您去挂耗费 您要不要付更高的钱 对方便 如果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去享受 最顶级的医疗体育这个社会 难道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吗 是您方要认证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方问您 再问您一次 为什么大学它应该是 像社会保障一样 它跟初级高级最基础的教育 没有每个去哈佛念书的人都很珍惜吗 没有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再问您一次 为什么高等教育它必须补给 没有没有 我刚刚就说了嘛 因为教育是大家翻身很重要的 管道一个阶级流用方式 那倒想请您正面回应我方了 到底为什么像小慕斯 或是像进去哈佛那些有钱人 会比较珍惜呢 他没有通话的概念 他把今天的大学直接带往为教育 但是你要先论证 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育 它的基础教育 应付教育是一样的呢 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 在现今的社会底下 大学教育已经是最基本的 我们要可以进入这个社会 最基本的要求 当时要反问您方 在您方的情况下 让有钱人更加垄断的 高等教育之后 难道是我们想追逐的社会吗 要不要技术工人 或者是那种技巧 为什么就不是进入社会的 为什么就不是进入社会的主定了 还是想追问您 为什么说 您方就认为 在我想要享受更好的衣服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需要付更大的费用 这两个层次的回应 第一个层次是 教育很重要 我方认为它是唯一出入的管道 而就算您方不承认第二层的回应是 那即便如此好了 它不是必须比 让每一个人都有奢侈品 可以享受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方认为我方绝对成为的教育很重要 我方也说了 今天一个政府 它应该要保障最基本的教育 可是我方问您的是 今天高等教育 大学教育 它为什么也包括在内 如果您方觉得它包括在内 跟分寻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您享受到这样的权利 你要付出的义务是什么样的呢 我方认为我要付出的义务很简单 就是认识去上学就好了嘛 那你到底要不要让求人来念这些大学呢 我方今天考栏热议 要不要念大学 并不是在他的前多前少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意愿 那我请问您方 您方认为大学教育 是进入社会的唯一的途径 那是不是今天没有上去大学人 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 不是 我方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就 我们可以知道 大学是一个很重要 大家翻身的管道 倒是想请您方 如果他今天想要上学 您方不给他上学的时候 您方要如何解释呢 高级的技工 在大陆的毕业年薪是十万人左右 而大学生的毕业年薪才两千块钱左右 您告诉我大学是翻身的 到底是从正面翻到反面 还是从反面翻到正面 我方走说的翻身 并不一定是未来有赚更多的钱 而是说找我了知识 他可以有机会去改革他的人生 到时候反问你方 在你方的逻辑下 非说那些没有饭吃的人 会特别珍惜饭吃 但然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很富业 每个人都有饭吃的 想象下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吗 没有是更好的社会 德国之前也是采取全民高级交易免费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到这个情况 因为其实这个病例在英国跟美国 他们发生了次代危机 他们政府复不起了 所以我们要走市场期间 那在中国 在台湾跟大陆 我们是不是也要看现状呢 还想请问您方 我想要更高的教育 为什么不能付出更高的价钱呢 张伯爺 您方票动力想要 您方就是要让大家更珍惜 还是解决政府没钱的问题 请选一个赞吧 张伯爺 我方今天不讨计所谓办学经费 我方今天想要达到第一个目的 是让学生看全力和义务对的 所以张伯爺 你到底有没有回答我方问题 您方到底要选哪一个来赞呢 我方今天选学费啊 学费的意思是 那应不透过学费 让学生更珍惜的话 我方也刚刚说过 为什么您方要用这种方式来逼学生珍惜 而不是 例如说提高学 就弹掉他的门槛之类的呢 因为我方立场 常来不只是说要让学生珍惜 我们说这是一个循环 你不光要让学生珍惜 你还要让老师的付出有回报 今天大学的老师付出有回报吗 请问您啊 今天我把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李培根说了 今天老师啊 你每个月的工资才2800元的米币 大学校生 您觉不觉得太低了一点呢 不见得啊 你要看当地的物价随伦吗 当时要访问您方 那您方下不只是富人会有广告的问题 今天市场训练的特性导致冷门科技 没有人可以投资的话 您方怎么解决 对方没有 冷门科技不是要研究 但是市场可以让它配置 到底要有多少人要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呢 请问您 现在大学点名的方式不断更新 现在点名刷脸啊 对方没有 您帮给我认证一下 这样我们学生的求学态度 到底还端不端正呢 对方没有 那今天学生是为了怕被罚钱 怕钱太贵才来求无数 他今天是为了钱 是为了教育帮助教学态度 就比较值得起唱吗 对方没有 我们在进去的时候 我副道员会这样说 你把你的学费处于下你的课时 你算一算一节课多少钱 你算完以后你还敢不敢跳课 对方没有就是这样的逻辑嘛 请问您 您节课的成本非常贵 你还敢跳课吗 当然敢 因为我家很有钱啊 对方没有我到这些问题啊 如果我家对我们未来大厅 是不是反而有可能会更珍惜呢 对啊 好您觉得您家要公平吗 那富人敢跳课 穷人不敢跳课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您怕还没有正面回答我方 刚刚说如果今天冷门科 是因为市场趋力而倒闭 您怕如何解决 如果这个专业 他这个冷门到一定程度 我们可以留有他来研究 不一定要招生 但请问您方 今天我们要的目的 是达到一个权力和义务的对等 这难道不是也是有公平吗 所以按照您方的逻辑 在全一个应对的情况下 学会非常多的情况下 就会是让富人更容易念得起 让更多中产气 更多重能念不起 所以您方想追求这样的大学教育吗 我再解释一遍好了 我方从来没有想让穷人念不起的意思呀 那刚刚表姐 您今天实在太看不起现实 在学校里面真的敲个滑手电子 但是有钱无欲欲的人啊 今天一个求人 他哪有那时间 浪费四年的这些读书滑手机吗 他出去马上工作打听家电 您方到底是 让有钱人更加的不想去上学而已吧 没有为什么老师 只看有钱人和那些 为了冒想而奋斗的评众 学生没有看到中产建立的同学 他们天天在那边滑手机呢 那我再问你啊 哈佛的森林系已经倒闭了 我想请问 那倒闭的是到底怎么做研究呢 那您可以告诉他 为什么倒闭吗 没有 没有 因为今天在美国 没有重视森林系这个东西 可是却因为大学的市场这些话 所以导致他们 没有人要念 对 正方时间到 请百方继续发言 好多并不是办 好 谢谢 所以在自由边最后我们点击 经济观点就是这张比赛比较 能够浪费 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今天正方不能刚刚是告诉我们说 浪费之后呢 你会造成一个恶心群 浪费教育这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得知道的是 这个浪费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以及比较失足用学费的方式 又造成多少求人的负贷 有多少人被这个负贷 有多少人未来都没有办法翻车 就是因为就要被高涨学费给人 谢谢 最后是总结零次的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 由反方先行总结 时间三分半时会按铃一响 四分时会按铃两响 现在请反方四遍进行总结诚词 有请 谢谢主席汪藏各位 今天这方从头到尾 其实说的东西非常的简单 但也非常的荒谬 他告诉大家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今天当这个东西越贵的时候 我就会越珍惜他 他们希望的是让大家认证上大学 可是今天到底这样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办法做到 让大家更认证上大学 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认为收很贵的学费 就可以让大家认证 但其实导致的是什么 导致的是你考上之后 有钱人会比较容易选择去念大学 而让更多的 可能因为能力考量的关系 因为负责不死贷款的关系的那些人 选择放弃大学 所以最后的情况是什么 导致像我们告诉大家一样 美国有来自全国20%富人家庭的 都是富人家庭的学生 所以等于是大学教育都是被富人垄断的 而富人垄断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很认真上学吗 就好像现在我们大家衣食五余了 食物其实也没有很平 我们真的有很珍惜食物吗 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他所要求要让大学学费教育长 决定这个想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把他透过学费变贵来达成 反而只会让有钱人更加的挥过浪费 甚至让这些高等教育的资源 全部都掌握在有钱的手中 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到底高等教育 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是 今天高等教育不应该教育长 即是决定的原因 当然除了有穷人跟穷人的考量 希望更多有能力考上大学的人 就可以去大学之外 还有其他的考量 因为其实今天市场的考量是比较狭隘 而且比较趋利的 所以今天才会由我们所说的 今天在冷门科系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会选择到 让他搞定 或是甚至选择不去投资 但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到底交由政府来制定 这个高等教育的资源有什么好处 今天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全盘考量的支持者 一个全盘计划者 他本来就应该要考量到所有的价值 所有的价值什么 其实说实话 包含今天康刚所说的那些 学生不认真上课的情况 政府也应该考量在内 他应该要让大学学生可以更认真的上课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设定各式各样的制度和机制 让大学学生不认真上课 会获得应有的惩罚 例如退学 例如弹掉他 例如让他重修等等之类的 这就是回过头来看看 今天包含品质 包含各式各样的全盘考量 都是政府应该考量的 而这种政府才可以做这么全盘的考量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今天当先放下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人才 那先放下的热门科系 并不见得在现在就是热门的科系 决力而言在过去 可能建议是个非常热门的科系 所以当你博定他 决定要找中东盟回来投资之后 才热门起来 就这个时候假设 政府没有在全盘的考量 很久前就开始做长远的规划 让认知到 我们必须要保良人才的多样性 保良各式各样的人才 各式各样研究的情况之下 到底要怎么样 在台湾决定要发展经济的时候 就立刻有人才可以用呢 相对而言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由政府来考量比 由市场来考量 还要更好的原因 再来看看 回报团团团 还有什么样的好处 跟什么样的坏处 另一个坏处 的确我方承认 政府在考量的时候 确实可能会导致这些浪费的情况 因为我们确实上更多的人 比较便宜的学费上去大学 但我方想说的是什么 这就是政府应该有的承担 我们宁可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进去大学教育之后 他们可能没有像他方所说的有钱 穷人抓住了一根神器 拼命的认证 那我们想说的事情是 这项小学才是我们真的想追求的 因为我们希望是每个人都吃饱 而不是大家因为饭很少 米很贵 而只得到一颗米 就觉得非常棒的珍惜 我发现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时候我们想告诉大家 是当然今天在政府的考量下 没有办法做到 让每个人都满意 可是这就是因为政府 去做一个综合的考量者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原因 也是可能更无耐的原因 因为今天身为一个大学的校长 他可以很简单地说 我希望我的学生更认识 我把我的学生非常贵 担心身为一个教育的考量者 他能够做成这样的选择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告诉大家 信息他会变得非常荒热 而我会突然看到 到底为什么一个公平的机制 以及让各种学生上去大学 是这样的重要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的人才想用的时候 他才可以有适合他使用的人才 只有在我出生的一个平凡家庭 虽然我的家庭不如人 但我不会放弃希望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可以考上大学 我就有机会 掌握跟他们一样的资源 跟他们一样的旗号线上 而不是透过哈巴所做的 让富人来垄断高等教育 让我更加失去了 在这个社会上 有获得更好的机会 透过知识 让我变得更好的机会 这就是我方认为 大家在追上上极市的决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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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笑得好 首先我们要说好 对方刚才连说了 我刚才两叶荒谬 我就想到哪里荒谬了 不说大家再更高 我会更珍惜 比如说一个男生去追女生 那种特别难追的 我们叫做什么 女神啊 那种屁股上描述的 叫做什么 哎 没挑战性啊 所以哪里荒谬了 人之常情而行啊 倒是宁方了 在另一个环境当中 告诉我们也非常重要的 一款缺失了 他告诉我们说 大学教育就应当实际上 还上去 而且每个人都知道 要普及的 这是宁方的胜责任 为什么大学教育 应当是义无教育 我们普及了12年的义无教育 为什么大学教育 宁当确实是宁方 一直没有下我方认证 那 看不好好像我们今天四个人 从一遍到四遍 到现在为止 讲的全都是坏坏的 我们好多四个人都是坏的 那是不是到我的一遍 我应该开始说点好话了 不 我到这个坏的时候 要当到底 一般我们认为 什么样的人叫做好的 就是那些对我们免费的机构 去帮助我们呼吁免费的人 我们会认为他是好的人 一般我们会认为 什么样的人是坏的人 那些千方百里想要 赚到我们钱包里面钱的人 那些要涨价的人 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坏的人 所以今天 市场机制 真的是一个不讨好的 不得人心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说 想想看 那些几十年如一日 对我们特别好 特别欣详我们的人 我们会非常珍惜 非常在意他们吗 不会 那我们今天想说什么 我们会觉得他们好 就像我 就像我当二阶九球 那个主面的人 对我们好是 零所应当天经地义的 那么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一个 什么叫做健康的爱 健康的爱就是合理的给 与不给 因为我给你也是爱 不给你也是爱 就好像我几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把大学 都叫做母校 可是我们真的有很爱的 我们的大学吗 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很感激 我们的很校吗 我是一个大次毕业生 我就前两天 刚刚毕业 联礼结束的时候 就我很多同学 都没有感谢大学 反倒很愤恨 然后他们在毕业典礼结婚之后 拎着酒瓶子 在座头下 福州大学 你还我青春来 可是这个问题我们想一想 是福州大学 你没有做到好吗 不是这个样子 台湾和大陆今天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就是一个 被女妻所溺爱的孩子 他们总觉得 母亲疼我们天经地义 母亲对我们任劳任怨 天经地义 母亲对我们不收钱 天经地义 所以谁也愤巧心 暴罗三春慧 既然抱不了 上床去睡觉 这就叫做你爱 那什么叫做健康的案 我再说一次 就是 权力跟义务的对等 健康的案就是 合理的给 与不给 也就是权力跟义务对等 大家可能不觉得 孩子和母亲之间 要什么权力跟义务对的 太变坏了 不对 母亲有她该享有的权利 我们孩子有我们该承担的义务 今天大学学生 拒绝奖纳学费 那么我们政府就拒绝提供她高点教育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展开讨论的一个常识跟共识 今天我们认为大学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大学生被宠坏了 然后老师呢 他也很失望 他也渐渐丧失了期望 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呢 又多多抱怨 社会好残酷啊 然后反而说我们的母校对不起 我们上学大学特别固执 都没有明方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 因为这些问题是一环 抗一环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非常之困难 今天一个孽爱的女性 她终于昂起了头 她终于收起了笑容 把你面前的饭碗收回来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她是一个坏人 但是不对 她是一个母亲 在做最最正确的事情 今天我回想起我大学生皇 其实我是一个跟我有方三面一样 我身体比她还不认真的学生 可是这个大学四年里 我觉得我多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就是不会再用对跟错来判断于是我 我觉得这是我一种演技的态度 所以当有一天 我可能会觉得我会感激那些 她在我任性 我在想要要求更多的时候 没有给予我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更成熟 我就觉得那个才对我变得很大 谢谢 在今天的表演 表演之后 主席在此宣布 2013年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所有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两岸的优秀辩设 非常辛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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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